好 帶大家來關心 其實現在這個南部地區 這個間歇式的雨性 還是不停的下下來 儘管這個熱帶性地氣壓 是逐漸遠離台灣 但其實南部地區 還是不能輕忽了 尤其我們現在 在這個屏東縣的臨邊鄉 這邊幫大家看看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 究竟是什麼樣 好 其實現在 我站在這個大馬路上的位置 但可以看到 這個水是已經激到 我的小腿度這麼高的位置 不過其實這個雨勢 還是不停的下下來 就是臨邊靠近交流道這個地方 這個水還是沒有辦法退去 因為其實從月初 就已經不斷的下到現在 這個水還是沒有辦法退去的 那現在其實在這個 馬路上的這個地方 已經圍起了這個封鎖線 就是希望不要有駕駛 或是機車騎士 是在往這個方向來 直接靠過去 就會造成拋錨的線上了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有一輛 零色的小轎車 就已經來到現場了 將這個駕駛 來直接載離到這個地區 想要看看待會事後 要怎麼樣把這台車 來直接拖離到這個地方 而不管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在這整個臨邊地區 它這個大馬路上的這個積水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包含其實靠東港的那一側的 這個水也是都是積水的情況 因此其實現在警方也都是在另外一頭 想要架設封鎖線 希望不要讓駕駛 再往前到這個地方 避免會有拋錨的這個情況發生 其實不管是在屏東 臨邊鄉會有這個情況 其實在恆春地區也有這個積水 也有淹水的情況發生了 包括了這個恆春地區 以及墾丁的帆船 其實都有路面有積水的狀況 那其實現在相關單位的人員 都已經把這個柏油路上的這個小雨石 或是這個泥土想盡辦法 趕快把它清除 讓這個水勢可以趕快往旁邊排去 讓這個積水可以趕快退去的狀況 不過其實現在雖然這個雨勢 並沒有持續下下來 但是其實還是要防止 這個會有這個好雨的再度發生 但也像是目前現場的最新情況